人生百态 娱乐开怀 欢迎收看谈笑余生 一桩离婚案上了国外各大媒体的头条 也深深震撼了全世界网友们的小脑袋 可以称得上是世纪离婚案 双方自然都不是普通人了 男方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之一 迪拜酋长谢赫·穆罕默德·阿勒·马克·图姆 女方则是约旦公主嫁入迪拜王室的哈雅王妃 这场官司打了两年多 期间不断有各种惊悚抓马细节传出 但这些可能都急不上英国高等法院刚刚宣判的结果 哈雅王妃获得了高达5.54亿英镑的赔偿 折合人民币约50亿 而这甚至还不到她最开始要求的一半 就是这么夸张 他们一家在迪拜时的一些奢华生活细节也流传了出来 比如他们曾经花约1700万人民币买草莓吃 除了这些让人怀疑人生的金额之外 还有王妃的抓马大瓜 她搞婚外情 背叛了感情 跟随身边的保镖 被勒索约6000万人民币 她直接从年幼女儿的银行账户里 拿了钱给人当封口费 很多小伙伴可能对迪拜王室这个离婚大瓜不太了解 这边就简单给大家回顾一下 先说说为啥要离婚 因为哈雅王妃背叛感情 跟着身边的保镖 婚外情被酋长发现 酋长这种异国之君大家长 怎能受得了绿帽子的侮辱 一怒之下 在王妃她爸的即日周年 单方面宣布离婚 并且对胆敢让她戴绿帽子的这个女人展开追杀 虽然她本人一夫多妻 在这方面从来为所欲为 总之被死亡威胁的哈雅吓死 连夜带着俩孩子逃往英国 不过别以为逃到国外就能安全 哈雅在英国期间还是惶惶不可终日 害怕被潜伏派的人发现 也害怕孩子们被潜伏绑架回国 更恐怖的是2022年年初时 她发现自己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手机都被检停了 这种无孔不入的威胁 对哈雅来说就是以整个大逃杀剧情 就连法官都说 和解涉及的金额是这起案件与众不同 律师最初要求的和解金额是约120亿人民币 这个一般人想都想不到的天文数字 在哈雅王妃看来却非常合理 一方面就酋长这种强烈的掌控欲和报复心来说 她以前可以把两个逃亡的女儿绑架回去囚禁 不出意外也会对哈雅做出同样的事 所以48岁的哈雅往后余生都需要大量安保 来保证自己和孩子们的安全 解除酋长对他们的控制 另一方面就算逃到了英国 她和孩子们以前在迪拜的生活水平不能讲 不过14亿英镑的要求 还是被英国高等法庭的法官驳回了 最终在一份长达73页的裁决中 法官制作了一份表格 里面详细说明了她是如何把赔偿金额 定在5.54亿英镑 让哈雅王妃和前夫彻底分开的 这5.54亿英镑包含了度假 员工费用 房屋维修费用 休闲 还有安保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安保 毕竟要是被酋长逮回去 就一了百了了 要那么多钱也没用了 所以每年会有约9300万人民币用于支付安保费用 这笔钱会一直把哈雅王妃和孩子们的安保费用支付到2068年 届时73岁的酋长将去世 大部分的安保预算会用在哈雅王妃及家人的两处住所 1亿英镑的伦敦连排别墅和3000英亩的乡间庄园 24小时在港的保镖团队每年将在汽车上花费超过200万英镑 在保镖工资上花费300万英镑 每年还有15.7万英镑用于他们的奖金 20.3万英镑用于他们值班期间的饭菜 安保预算还允许哈雅王妃购买6辆最高级别的安保车 这些装甲车队每隔几年更换一次 用于接送家人 其实主要就是防止孩子们被潜伏绑架 车队的钱没说要多少 但是法庭被告知 在哈雅一家家庭度假时将这些车运到国外 四舍五入就是这些车的出国路费 将会是每年约760万人民币 法庭听证会上讨论的金额 都是动辄几亿几百万上下 约40万人民币是里面提到的最小数额了 暴劫每次换算的时候 都怕这么多位数会数错了 哈雅在嫁给酋长期间享受的生活可见一斑 哈雅王妃在庭上 也首次曝光了这个王室家庭奢华到可怕的生活方式 那里的钱不是用数额来衡量的 而是无限 酋长的律师在庭上说 他可以在三个月内 筹集到约105亿人民币的现金 哈雅在迪拜皇宫里 有80名员工 里里外外的服饰 他们全家每年会在国外休假九州 曾经一个暑假花了63.1万英镑 在希腊岛上的度假村住了一周 花了27.4万英镑 大家可能看这些数字都已经看麻了 没有什么实感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例子 酋长曾经为他的家人和工作人员 买了约1700万人民币的草莓 哈雅过的生活 真是小说里都不敢这么写 作为酋长的第六任 也是最年轻的一任妻子 本身又是约旦公主 现任国王同父异母的妹妹 她好到什么程度 每年都有900万英镑的津贴 另外还有约7亿人民币 用于管理皇家宫殿的家庭开支 她不是2019年带着孩子逃离的迪拜吗 当时她大部分的珠宝和名牌服装什么的 都留在迪拜宫里了 哈雅直接在法庭上说 她要求数百万英镑 来支付物名管家、衣服 维护她的两座豪宅和定期度假 这一点都不过分 她的珠宝收藏要是放到一起 可以装满整个法庭 这部分遗留在迪拜 且不太可能找回的物品 法庭要求一次性支付给她的金额是 约1.7亿人民币 王妃都这么好了 酋长的亲生孩子们就更是含着钻石、汤石出生了 在迪拜居住期间 这位酋长每年会向两个孩子的银行账户里 大约1.5亿人民币 你可以看成是 这个爸爸每年给孩子1.5亿压岁钱 这俩孩子在逃离迪拜时 一个12岁、一个7岁 也就是说 虽然他们当时还都是孩子 但账户里已经分别有18亿人民币和10亿人民币了 由此看来 怪不得他们的亲妈从孩子账户里能直接掏出700万英镑当封口费 封口费具体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大八卦在法庭上也提到了 其实就是哈雅和保镖的婚外情被保镖团队其他人知晓 借机勒索哈雅 而哈雅为了背叛感情的事不外传 就从女儿账户里把钱给了他们 这可能也不是贪女儿的钱 据哈雅自己说 是因为用女儿的资金很方便 而且她也害怕如果自己出钱会被查到 勒索她的三名钱保镖 没有在法庭上被点出真实姓名 只是被称为AB和C先生 其中A先生得到了250万英镑 其余的445万英镑被B和C分了 他们三个没有因此受到任何惩罚 可能对于哈雅来说 700万英镑只是他们家买零食的钱 不值得追究吧 毕竟女儿账户里可是2亿英镑 夸张点说 拿700万出来可能和700块的感觉差不多 根据孩子们往日在迪拜的待遇 法官在书面判决里表示 每年酋长要支付1100万英镑的儿童抚养费 每年给孩子们支付一位保姆和一位护士的费用 要将近30万英镑 孩子们的家庭教师每年将获得10万英镑的报酬 最夸张的是 哈雅9岁的儿子自从两年半前抵达英国后 已经买了三辆车 在前夫的律师就这笔费用提出质疑时 哈雅王妃说 他的儿子已经习惯了买车作为礼物 按常理来说 难以置信 但如果是他们家的话 或许是真的 哈雅的律师表示 两年半以来的法律费用 已经超过了约6亿人民币 酋长那边花费的巨额款项的真正数额 将永远不得而知 真就像他所说的 对酋长来说 金钱的实际价值 与本案中任何一个普通人 或者任何通常来到法庭的诉讼当事人 都不一样 他也会乖乖地根据判决 给前妻哈雅这5.54亿英镑吗 不见得 判决只是第一阶段 英国法庭法院系统 并不能有效确保 这种涉及海外资产的裁决得到执行 所以 对前妻恨之入股的酋长 可能会使出百般手段来不给钱 虽然这点钱对他来说不算什么 也有人可能会进一步想 得了这么多赔偿金 哈雅得给英国政府交多少税啊 是这样的 哈雅是约旦外交使团的成员 所以他不用缴税 这个英国史上最昂贵离婚协议的判决 看似是结果 其实很可能只是个开始 被戴绿帽子的异国之君 绝不会因为判决就煽罢甘休 按照他的风格 后续的问题还是少不了 好了 今天的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 欢迎评论区分享你的看法 想看更多内容 记得订阅点赞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请不吝点赞